浇注完了混凝土,要把养护做好 因为如果混凝土欠缺水分,会影响混凝土的成分 那就不能够达到理想的强度了 就好像皮肤欠缺水分一样,会导致干燥嘛 混凝土楼面的养护呢 要在混凝土开始凝固的时候 浇适量的水 使混凝土表面可以长时间的保持湿润状态 楼面的混凝土要有足够的养护 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和确保混凝土的质量 混凝土墙身呢,工友要在拆板之后 马上用水管在墙身浇水 这样可以减低混凝土的热度 并且保持墙身长时间的湿润 如果承建商要同时完成撒水泥沙浆的工序 那在水泥沙浆产生应有的强度之后 要记得在墙身继续浇水来保持湿润在心 还有丙输胶的嘛,要有足够的养护才行 除此之外呢,下雨对浇注混凝土也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雨水会把混凝土里面的水泥成分冲走 那会影响混凝土的强度 所以下大雨的话,就要马上用帆布或者是胶纸 把刚完成浇注的混凝土的位置盖好 如果雨下的真的很大 承建商要提出建议 马上为混凝土做工作缝 并且要停止浇注混凝土 那等到停止下雨之后 再和工程师或他们的代表 一起检验已经浇注完成的混凝土素质 确保达到设计和施工章程的指定品质才可以 还欠缺一些东西呢 当完成浇注混凝土拆板之后 要检验一下混凝土表面的素质 总之优质的混凝土一定要没有蜂窝 没有爆板 没有毛孔和没有踏步接口 经过一段日子 通常会在现场做混凝土回弹仪测试 就是Raybun Hamletase 来检查一下混凝土的强度 或现场抽取混凝土砖 送到政府承认的测试室做压力测试 那就符合要求和标准了 这个你也懂的啊 树立最佳标准 楼房质素高 如果工地里的每一位工友都可以尽力地做好 刚才我和国强所讲的每一个工序 那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吗 国强 知道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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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并说 我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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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